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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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硬化身 硬化身是以发的愿 悲愿领受机缘为受 就是你发愿度众生 众生得度的因缘是什么 跟众生的积感相应 这是仇怨度身的寿命 就叫有始有终 有始有终 这里谈得的讲这个寿命无量 就是指硬化身的寿命 硬化身的寿命 有的很长 有的很短 有的短到了佛就示现 做佛一日一夜 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 考察他方世界的刹土 也见到有些国土 有佛在那里示现 成佛 但是由于寿命不长 就很快灭度了 如果有正法 相法和末法 很快佛法也就灭了 这样众生还有很多没有得度 佛法又没有了 就一定还在轮回里面出不来 苦不堪言 所以他就法上菩萨就发愿 一定要自己成佛的寿命 很长 无量寿 而不是有限量的 你比如我们这一期的 释迦牟尼佛 他的寿命只有八十岁 很快就灭度了 大唐西区讲那个玄章大师 到西天 就到印度去路过一座山 发现有一个比丘在那里路定 很高大 然后就用引擎把他从定中唤醒 就问他什么时候路定的 这个比丘说 我是夹舍佛的时候就路定 路定的目的是等释迦佛出事 来帮助释迦佛来弘法的 他就一出定就问 释迦佛怎么样呢 是不是过来做佛呢 那玄章大师说 释迦佛早已灭度了 你看他又录定 这尊佛都错过去了 这一过期呢 他也想着干脆自己就 路涅槃吧 那就献种种神通路涅槃 所以这个寿命长 对众生有一个安心 如果阿弥陀佛也说 他只能活一百岁 或者一万岁 或者十节 这些都让我们听到心里打鼓 我不知道什么是往生 我好不容易往生 那一看你已经不在了 灭度了 那不是百往生一场吗 是吧 他心里就为一种不安 现在这一卷告诉我们 我寿命无有限量 你无论什么时候来 我都在那里讲经说法 都在那里结议你 这样他就给了我们的一种 极大的放心 所以虽然他是讲这个硬化身的寿命 硬化身一般是讲是有限量的 有始有终 但阿弥陀佛发的愿是超胜祖福的愿 虽然是硬化身的寿命 它也可以称为无量 或者正确的表述 它是有量之无量 而且硬化 法暴化三身 也是相及相入的 这个圆龙无碍 所以是硬化身的寿命 也是含生做法身的寿命和报身的寿命 如果他一切功德 一些差度都非常的 庄严富利 接引众生也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寿命不长 就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这就等于一个碑子 它是一个玉碑 质底很好 但是它没有底呀 没有碑底 你这个水也不行了 所以寿命一定要长 在我们世间法当中 也是把这个一个人长寿作为 他有福报的第一要素 你看上书里面红幻篇讲五福 五福第一个就是长寿 所以我们祖和人也是寿比南山 长寿总是一件好事 所以现在世间人都是追求长寿 各种保健品 也是让自己吃得身体健康点 寿命多活几年 当然在善道里面长寿是一大福报 如果在地狱里面去 你再长寿的话就麻烦了 好 这里面你看 无量光 无量寿 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建立在这两院当中 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 那无量的功德当中 就选择了两个核心的功德 一个是无量光 一个是无量寿 而这个两个核心功德 恰好就是法界的体性 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 一切众生心性的本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光就是照的意思 而照就有它的弥漫性 所以无量光代表恒辨十方的照用 无量寿 寿有极定的意思 那寿是数穷三计的极定 恒辨十方 数穷三计 就是法界的体性 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 所以无量光 无量寿 这个名号的建立 就是建立在一切众生 本具的横辨数穷的 无量光寿的性德当中 所以偶尔大师对这个 有一个精辟的结识 就是离开众生 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性德 何处有弥陀名号 这种表述就是 如果没有众生 无量光寿的性德 就不会有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 阿弥陀佛名号建立的前提 是众生有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 同时离缺弥陀名号 何由测证 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名号 作为果地的觉 投到我们众生修行的因地当中 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 也无法现前 无法彰显 实际上就建立名号 跟众生心性的密切关联 托比名号 显我自信 这是尽头法门的一个特质 假托阿弥陀佛名号的果德 来显发我 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心性 这样就是因心果决 相得一章 那这样在修行 净土法门的修行当中 由于阿弥陀佛有无量光的功能 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土 就等于往生到十方一切刹土 由于它能横辩 见阿弥陀佛一佛 就等于见十方一切诸佛 由于阿弥陀佛名号的无量寿的德能 表明我们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够一身成佛 一身补促 由于它寿命无量 寿命无量也决定我们一身成佛 不需要再转身 那在他方世界 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就很难说一身成佛 做不到 一方面自己的根基做不到 更重要的就是寿命就做不到 我们的寿命最多 不会超过一百岁了 平均寿命七十几岁 青少年之间懵懵懂懂 好不容易发心来求点佛法 也走了很多的弯路 好不容易侥幸选择好一个法门 刚刚修行有点上轨道 寿命就到了 寿命到了不得不死 因为你还没有断见识祸 你还不能潇洒自禄 还是捏力牵引 捏力牵引 然后又有一个隔音之谜 隔胎之昏 懵懵懂懂还不一定能得人生了 侥幸得人生 经过孟婆汤一喝 也把前世的东西给忘了 再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又好不容易 有点感觉又寿命到了 又寿命到了 说不准迷惑颠倒 一下子摘到三个道里面去了 三个道里面去还不知道 百千万亿节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 所以很麻烦 就是我们没有得无量寿 那无量光寿的这个德能就在弥陀名号当中 由这个无量光寿的德能就衍生出一切的无量 智慧无量 善巧无量 辩才无量 神通无量 向好无量 这些它都出来了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观念 你念这个名号 为什么就是子观并运呢 跟这两缘有关系 由于是名号里面有无量寿 以依托无量寿的极定就能修止 依托名号当中无量光的功能就能修观 所以你只要细心念佛 一心念佛就在子观并运 那有子就有定 有观就有慧 就是定慧商运 有定上面就有极定 有慧就有照 极照不二 在上面有极就有无量寿 有照就有无量光 光寿不二 就是真卢的体性 一真法界的体性 所以讲横变十方授穷三纪的 这样的法界的体性 是在这个院里面 举法界的体性 来捉极乐世界一报的无尽庄严 捉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 尤其是做这六字鸿鸣的这种庄严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两院 加以深刻的认知 好 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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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